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4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涉及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经过一轮的法律程序之后 终于在这个礼拜 控方正式宣读开案陈词 控方在庭上列出了黎智英的控罪 更加好像打开了一段前陈往事 令人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看一看当中的内容 回首2019年香港究竟是什么警方 第二个话题我们会讲一下关于黄黑分子 一位涉及违反国安法的疑犯 近日就接受了媒体访问 说到自己向警方报道但未被起诉的生活 话里行奸充满痛苦 还说明白通缉犯周庭的感受 我们会再一次跟大家讲一讲 黄有的这种只是怪人而不反思的思维 有多么不要得 好了我们先看一看黎智英案的情况 黎智英案在2023年12月18日开審 预计审讯80日庭上透露的案情 或者有一些是观众读者少有留意 我们会借这个机会引述重温 所以除了今集之外 日后我们也会不定时地在节目里面 讲一讲这宗案 我们先温一下基本资料 黎智英涉及四项控罪 分别是村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两项村谋勾结外国势力罪 和一项勾结外国势力罪 当中 控方申请将勾结外国势力罪 全党法庭获批 而黎智英就否认其余的三项控罪 综合这两天的庭审 控方在开案陈迟列举的重点 可以分为黎智英与外国人物的接触 黎智英当年的发言 以及如何运用旗下的《苹果日报》 来达到目的 根据控方的说法 黎智英接触的外国人物 有美国前陆军副参谋长杰克基因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伍夫维之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 英国金融家布劳德 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 郭明漢等人 涉及的更加包括推动外国制裁 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 控方所以形容黎智英是激进政治人物 而黎智英的发言内容 相信不少读者都印象深刻 当中包括2019年7月 黎智英访美期间接受访问 他提到自己获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 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接见 对方一致认同香港正为美国同样支持的价值 而抗战 他更加说到 我们站在美国的一方 在前线为你牺牲自己的自由性命 一切所有 难道你们不应该支持我们吗 他还这么说 他说我们需要外国 特别美国帮助我们 去制裁中国 2020年11月 他在直播中表示 直到自己会卷入麻烦 他正在那里勾结外国人 这是严重的罪行 所有全部 大家都应该记得 去到怎样运用《苹果日报》 控方列举 当时黎智英曾指示行政总裁 张建宏 要求《苹果日报》国际组 不要针对 试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原因是《苹果》要靠美国政府支持来保命 这里我们拉开一点来说 不要说这种行为 是否违反《国安法》 原来黄友一直吹捧《苹果日报》 是新闻自由的代表 原来真是得淡少 同样都是老板带大只手 去干预偏才自主 其他控方列举的还有 《苹果》的报道 当中包括了 2019年10月 《苹果日报》刊登全版广告 有个白张 蒙糊面孔的警察相片 并写上《香港人反抗》的字眼 只涉及的就是煽动市民 上街仇恨政府 至于《苹果日报》开拓英文版本 黎智英的说法 就是除了要获取海外人士经济支援 亦都要争取外国 尤其是美国正要的支持和政治保护 看到这里相信勾起了读者有关于2019年 不堪回首的记忆 前事不忘后事之思 香港想要避免乱事发生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要依靠法治 期待案件公正审讯完结的一日 可以警惕社会以正视听 我们说完黎智英的案 转过来看看 违反国安法的疑犯 在受访问时说了什么 中央社日前报道 一名化名Christ的香港人 是Jesus Christ的Christ 不是Chris 在两年多前 即是2021年至2022年之间 涉嫌危害国安被捕后 获准保释 当中并没有提到案件的具体内容 而去到今天 旅游证件被扣起 并且每三个月要去到警署报道 他因为这样就说到 明白周庭所说的 就此每隔一段时间 有人提醒着你 你并没有重获自由 仍然是受到监视的 不要试图做些什么事情 由于担心会随时被人起诉 Christ就说 感觉到好像颈上有一把刀 随时会斩下来 所以2024年的愿望 就是拿开颈上这把刀 真是用四个字去说了 自己拿来 老实说 有些事真是说都说到尋了 由2019年说到国安法实施 再说到现在2024年 都是叫人守法 否则后果自负 好了 说的时候就是威是势 做的时候又不三思 到真是被人逮捕的时候 又怨法律怨警方 但偏偏就不看自己做了些什么 法律在 是都要去挑战 这些不是犯战 是什么呢 所以当说有把刀在颈上的时候 摆那把刀的人不是其他人 正正就是这位Christ自己了 最讽刺就是这位仁兄 说到自己在这么痛苦的期间 反而是珍惜每一天 如常生活如常上班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好像游下水打下球 如果不是就可能随时没有机会了 每个黄黑分子往往都是出了事 才明白日常其实是得来不易 这种想过正常生活的想法 其实同大家在2019年 反黑暴的心态近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的差别就是在于有人身在腹中不知腹 而我们当时就明白释腹是多么重要 现在就在这里慎话定时定后 去警处报道有多痛苦 看来到了今天 黄黑阵营是不明白国安案件的严重程度 最重的刑罚是终身监禁 一味说辛苦的时候 还未认清现实 至于搬出周庭 说到说明白他的成王成孔的感受 就更加是错了重点了 最重要的是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为什么凡是国安案件 会有这么多严格的限制 除了是关乎调查时间 和调查内容之外 更重要的是获准保释期间 希望疑犯不要再犯 越是觉得成王成孔的 越是证明这个警惕有用 尤其是一班坐过监 港贿改的人 过了海外未又是顾泰伏蒙 杰斯宗汉林这些例子 真是有版给你看的 周庭到了今天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仍然是不肯和政治割席的 正正就是不明白自己错在哪 中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不要怨天怨地 也不要在这里剩离剩路 用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都是那句老生常谈 如果没有人犯法 警方又需要什么执法呢 不明白此作俑者是自己的话 未来重复犯错机会 真是不会小的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